还有一位师兄他说 他正在观修因果不虚当中的实善 修法要求发愿不杀生 不妄语 不偷盗等等 但是他想起您在受居士舞劫的时候说 这发愿一定要慎重 以免破戒 所以他就不那么敢发实善的愿了 所以想请问一下您怎样才是正确的 这个里面比如说事不删当中 就是有一些是他可以做得到的 比如说不杀人 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他能做得到的他就发愿 就不做 然后他觉得就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些 他就可以发愿 我尽量的就不做这些 这样也可以的 您其实以前在课里面也讲过这个问题 但是还是有一些师兄可能不太了解 就是说我其实日常做挺好的 那我干嘛还非要去发这个愿呢 这有什么一个意义呢 你比如说这个意义很大 意义很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平时你也就不杀人 平时你也就不投别人的东西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你不做不遭罪 这叫做不遭罪 然后现在就有变化 什么变化呢 你不仅仅是不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我现在就是下决心 我未来也不做 未来不做 他这些都是过去没有做 当下不做而已 未来做不做 他没有心里没有这样子的决心 他未来 那现在就是我未来我也不做 那就是确定我以后都不做了 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法源的话 那你以前是没有做 当下没有做 但是未来做不做呢 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就是他下决心 我未来也就不做这些事情 这样子以后呢 他就变成了 就不仅仅是不遭罪 而且就变成了闪 心闪 他就下决心 未来不做这些事情 那就变成心闪 变成了 也有可能变成了这个 解体 那就意义就不一样了 所以功德也是不一样 所以还是 如果自己有这样能力的话 还是应该去发这样子的一个善愿 是的 是的 줄 对